新一區的特色店家越來越多 到餐廳吃滷肉飯 還可以欣賞到動物福利行動藝術家 林北老師的動物視角創作 對消費者來說是一項特別的體驗 可以看到藝術家以貓、狗、老鼠與小鳥的視角 所創作的系列畫作 讓大家反思生命平權的議題 林北老師之前就跟新一區公所有合作 相關的動物的畫展 希望從動物的視角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新一區 長期以來林北老師對於動物救援的部分一直很關懷 新一區對於動物友善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一起共同的推展 這一次在滷肉控這樣子一個店來做展覽也很特別 剛剛有跟店長小玉聊到 他也希望他這個空間 雖然賣的是滷肉飯這樣的傳統的味道 可是希望來的客人們也可以同時享受不同的藝文空間 所以這次有邀請林北老師一起來做特展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來看展 並且品嘗我們傳統美食 我會取這個地方也是因為老鼠的視覺特性 第一個它全色盲 然後視力不到120公分 不到120公分 然後呢 它對亮晶晶的東西特別有感覺 那這個地方其實它是在那個華西街 就是那個阿公店那邊 那為什麼取阿公店那邊呢 就是因為它這邊又是台北算是 算是歷史悠久的風化區嘛 對那以老鼠的文明跟這個地方比 老鼠的視力看出去的黑白跟這邊的燈紅酒綠來說 它跟老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一張的作品叫做燕 因為對老鼠來說這個燕一點都不重要 不管怎麼燈紅酒綠 不管什麼七彩霓紅的老鼠通通看不見 所以反觀來說在老鼠的視覺裡面 不管你用什麼顏色對我來說都是公平的 都是黑白的 最主要是我們一直在推廣台灣味 那台灣味我們的認知是它不是只是舌尖上的品味 它不是只是美食的品味上而已 我們覺得台灣味是在人的就是相處 或是台灣人的生活點滴裡面 這都是可以品嘗到的台灣味 那這些畫家他們所畫的啊 就是都是台灣的街景 那這一次配合的比較不一樣 是它是從動物的視角來看台北 那這個更有趣 這跟我們平常想像的不一樣 它畫的不是只是動物的型態 然後配上街景 它是從動物的眼裡看到的台北 就是我覺得非常富教育意義 然後又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台北的樣貌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有跟畫家做合作 然後我們想要推廣是一個 因為滷肉飯它就是最代表就是親民 那我們希望把藝廊拉到我們的生活中 就是原來藝術離我們這麼近 我們一邊用餐一邊欣賞這些畫家的畫作 然後從畫家的眼裡從它的筆觸去看台北的樣貌 或甚至之後也許會有台灣的樣貌 就是擴展出去 讓大家可以在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然後沒有壓力的空間下 一邊品嘗舌尖上的台灣味 然後一邊從眼裡看到就是不一樣的台灣視覺 那這一張它叫做唯一 為什麼叫做唯一 因為其實就狗的視力來說 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狗的視覺最遠最遠大概到六公尺而已 然後它紅色跟綠色看不見 紅色跟綠色看不見 然後它的感光又比人類差 然後你看它在一個近視 然後又看不太清楚的狀況 有點像怎麼樣 有點像我們戴近視眼戴墨鏡的那個狀況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紅綠色看不見 它顏色比較什麼 比較曝 比較曝一點 那所以說 其實在動保界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什麼 你可以有很多唯一 但是對你的寵物來說你是它的唯一 所以這件事情很充分的就象徵在狗的視覺上面 為什麼 因為在這樣的視覺狀況 你帶你家的狗出去 狗看得最清楚的永遠只有你 對 只看清楚自己的主人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創作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在思索 主人在摸狗的時候 狗是怎麼樣看到自己的主人 那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只要有養狗的 看到這個基本上很多都眼淚都掉下來 這個東西我的前製作業很多 因為如果說是用動物的視角 那很多人都在做 那它並不能代表說 就是 就是動物看出去就這樣 所以我這個東西不只視角 還包含它看到的顏色 還有它看到的景深 還有它看到的色差 還有它看到的廣度 甚至於還有什麼 還有它 那個叫什麼 感光 每一種動物的感光都不一樣 我們用相機 用拍攝的理論來去看它 所以細節就拆了這麼多的部分 那為了這個 我也有去 特地跑去品科大找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戲 我突然忘記了 就是生物相關學系的教授 去研究他們的眼睛結構 然後呢 我大概 這個東西大概跑了 台北市大概跑了好幾圈 好幾個禮拜 然後到處取景 取材 然後再回到自己的電腦去做模擬 然後模擬到了覺得對的狀況之後 才下筆做貨 對 所以這個前面很搞缸 花了很多很多功夫這樣子 餐廳老闆原本是廣告人 現在以廣告人的精神 積極創新台灣美食滷肉飯 他希望讓大家可以在舒服的空間 品嘗台灣美食 也欣賞台灣特色的相關創作 當然就是我原本在廣告公司 服務了十幾二十年 然後可能就對於就是 藝術的東西 我們就一定的喜好 那其實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懷舊 我很喜歡台灣 因為我很久以前在BBS的年代 我們就在上面探討 什麼是台灣文化 只是就是早期大家想到 就是台灣的赤文化 檳榔西斯 電子花車 可是慢慢的我覺得 很多地方都叫台灣文化 它需要你細細的去品味它 那這個品味可能大家一時沒有發現 原來這叫台灣的特色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複合空間 我們把就是白牆留給 各式各樣的有興趣的人 他可以來從他的作品裡面去展現 我們台灣的生活點滴 老闆是我的以前同事 那大家都已經脫離廣告圈了 那他也很有心 他一直希望說 就是像日本的拉麵 進來台灣都跪得要死 像在法國一個平民料理 一個鹹派什麼 在台灣也突然身分變得很高 但是在台灣等於是滷肉飯被定位成 叫做小吃這件事情 或者是其他台灣 就是變成台灣美食等於小吃 但是我們其實台灣美食本身的價值 也不只是這樣 那一旦今天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他變成在這個價值的存在的時候 他就失去了一點他所存在的意義 就變成大家會用什麼 就是現在很多人在講CP值 就變成大家都要用CP值去談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他本身也是後面的工很多 還有他在怎麼講 在不論是在台灣歷史 或在我們自己的飲食歷史裡面 就是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那個老闆本身他一直希望能夠把這個東西留下來 像這次的畫家他有在社大教學 所以也許之後會有一些社大的學生展出 或者是區長也有提到有一些國小的合作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子的環境空間 我們非常樂意歡迎各方各界 如果你有想要展現給大家的 然後大家一起傳達我們台灣人的生活點滴 因為他是一個很廣泛的 他不僅限於畫作 可能是你的攝影 或是你的各式各樣的作品 都是台灣味的一種表現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聯繫 然後可以跟從我們的FB或IG 都可以找得到我們 那我們一起來籌繆一下 如何讓台灣人看到自己的美好的一面 那我覺得一個本土文化的 本土飲食文化的提升 我覺得他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他想要營造的氣氛就是說要能夠有一個 所謂本土的一個態度出來 那本身因為我自己我自己現在就是叫做動物福利行動藝術家 長期在為動保發生 有興趣可以掃我的粉磚 那我其實像我自己 我自己目前我都活動在新北市 我在永和跟樹林的社區大學都有在教 然後帶學生跑了很多很多的動物收容所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精神擴大 所以我想做的那種本土的動保精神 跟那個本土的那個美食精神做一個結合 讓人家除了來這邊只是吃東西以外 他更能夠看到台灣的另外一面 新義區像這樣子的一個特色小店 這幾年非常的多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店他除了餐廳之外 可以把各式不同的元素放進來 像今天來的這個滷肉控呢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畫展 那另外我有看到一些美食餐廳 可能可以去做一些電影放映 甚至於呢可能是一個長照據點 那這樣子的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做展現 我們都非常的這個樂意樂見 那也希望呢各式各樣的結合 都可以在新義區發生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